一件你可以穿的長大衣 他有什麼可以穿 來 我有一件 我今天帶來的 因為我們兩身高差不多 所以羅妹妹那種大衣 我這輩子想都不會想 你就是 你的長版就是短版的 其實今年這種短版的外套 很流行耶 這種Baby Blue的 非常的流行 也是帶灰的 好看 正常多了 正常多了 鞋子還要換上 對 因為不能配灰的 所以 黑灰的鞋子 好好看 鞋子好好看 這個有氣質 我要幫你搭一個雕毛的 方塊包 哇 這個包好漂亮 我喜歡 這包包漂亮 還要這麼多 我覺得我是眼光有問題 好好看 好不好 太多了吧 你把裡面那個裙子 收短一點好不好 那裙子跑出來其實帥怪 不好意思 那個時尚的走法 絕對不會有人這樣子 好嗎 至少你要這樣子 OK 抱歉 你看街拍誰這樣子 沒有 氣死我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李老師跟我妹妹 你看我們的身高 這樣的長度 就叫做剛好 對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你站好轉過來 背後我們看一下 這件是我在日本買的 你看 真的還沒有剪 還有屁股 沒有 還沒有剪那個 我知道 它是有一個屁股的幅度 對 OK 所以這個剪裁就很值得 然後因為 因為在這家同時看到 一雙雞皮的藍色的鞋子 我們不會配色的人 很簡單 同色系 同色系 全身不要超過三個顏色 我們基本上 不會太慘重耶 我發現美女姐 我穿著你這雙鞋 我的腿看起來更白耶 對 那個灰色反而顯黑耶 剛剛灰色真的顯黑 對 那個灰 那個灰顯得很黑 好啦 二話不說 趕快把它丟出去 哇 哇 你太厲害了 我是覺得有時候 我其實也不是很會穿衣服 也是被罵到一個臭頭的人 但是就慢慢的學 跟後面沒學 跟李老師學 跟很多時尚專家學 然後記住 如果你今年要投資一件大衣 一定是買外 很簡單的 對 素養的 素的 然後料子好一點的 沒錯 因為那個料子的差異性 在於挺度 大衣就是要挺 很多女生她覺得大衣 我只是為了要好看 但料子不好 還會垮垮的 對 而且我穿的 美人姐這件大衣 我覺得它好舒服 我剛剛那個有點擦擦 現在怎麼樣 不想脫下來 那件毛料 對 有點刺刺的感覺 對 不同的布料嘛 一價錢一分貨嘛 好 不過我們今天李老師可以幫 就是 幫我們改造一下 地圖長準備說三樣的小Call 全身搭配不但完全沒有時尚感 看起來更充斥一般欧巴桑的運威 到底明川老師 會使用哪些冬季流行單品 來為她改造呢 我們拭目以待 接下來看看林立菲的冬季穿著 又有哪些時尚小星期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立菲的穿著 好不好 來 介紹一下自己的搭配 立菲 讓小鐘先講吧 這應該是你喜歡的對不對 我覺得我很喜歡 因為很俐落 我看很多那個時尚雜誌 很多那種名模 他們手上會拿一杯咖啡 或戴一個那個比較大的帽子 就是穿類似像這樣子的感覺 很Fashion 走在街頭 目前來講最時尚的穿吧 就是像這樣子的方式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比較中性的 我不喜歡穿一些很累贅的裙子 或高跟鞋 因為最近膝蓋不好 所以只能穿這種就是靴子 可是因為我很怕靴子 有一些太過Man 所以它還是有女生的元素 它就尖頭 尖頭 對 尖頭的 所以它就是還是有比較女生一點 那李老師跟我們講一下 其實立菲今天身上這一整身 它其實就是一般 我們現在看到街拍裡面 真的是歐美那個名模們 他們在趕時裝周都會這樣穿 對 因為這樣子最方便穿過 可是歐美的那個都180的身材 那個腿都是100多公分的 我覺得立菲她滿巧妙的是 她裡面那件襯衫的那個弧形 正好把台灣女生最在意的 這個中段那裡 遮得非常的漂亮 聰明 然後它外面的oversize 它是有空間感 所謂有空間感 就是你看得出來 它的裡面跟外面是 感覺可以再放三件衣服 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空間感就在於 其實我們以修飾身型來講 它可以讓我們永遠猜不透裡面 到底是 這多胖 對 對 那我覺得它現在全身上下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 如果以剪法一樣 要先把它的項鍊剪掉 蛤 這個項鍊嗎 因為項鍊的原因是因為 它衣服是點點 然後那個珍珠就是圓圈的東西 所以反而會有點讓它上半身變大 你不用猜 你就倒過來就好了 對 寧可它只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有顏色狀 你看沒有項鍊 你待會可以請立飛再做個before and after before有項鍊的時候 會覺得它上半身開始慢慢有一點壯 因為針織oversize的關係 沒有項鍊看起來 它比較修身的效果 對 戴項鍊可以應該戴比較長的 然後比較那種沒有那麼秀氣的 對 領子稍微離一下好不好 你的領子 對 看不過去 我覺得這一套非常值得做示範的 對 你就背對著大家就好了 OK 對 就是襯衫的形狀 很多女生說 我就配件白襯衫 可是我想李老師要跟大家講 你的白襯衫必須有平口的 要有圓弧的 你有各種不同的材質 其實 不是同樣一件白襯衫全部可以配 如果你要穿這種Legging的話 圓弧型的 就會把屁股修飾得非常好看 沒錯 你想想看如果它是一件大件的 然後是平口的有沒有 穿起來就一點沒有 所以看起來屁股更大 對 然後沒有那個女人味 然後你看它的側邊 側邊會顯得 因為那個圓弧顯得那個腿比較長有沒有 對 真的耶 它修得很好耶 這襯衫真選得比較短 而且關鍵是裡面的這件襯衫的料子 是要這種軟軟的料子 不可以是一般的襯衫的料子 對 它是軟的 所以它走起來的時候 這個襯衫是很貼 有點飄逸 沒有 它最主要是軟 所以它是貼著它的這個 這個臀部這樣子 有型會跑出來 對 所以各位 一個好 請坐 謝謝 選得好 你的衣櫃應該要有 至少有五件白襯衫 有 有硬的料子 軟的料子 平口的 然後還有圓弧形的 前等後長的 這樣就四件了對不對 對 還有一件 你就是買了不知道怎麼穿的 就放著 OK 然後大師傅介紹 一定有這種 一定有這種 其實一般 像剛剛美人姐說的 我們襯衫 你一定要多背幾款 因為它除了說打底用之外 有些時候就是層層疊疊 尤其秋冬的時候 你做出這種層疊的穿搭的時候 它必須要運用到下擺的領子 跟襯衫的這個形狀 領形都有很大的變化 人們注意啦 現在知道白襯衫 有多好用了吧 可別在一件襯衫走透透囉 而接下來麗菲帶來的 這件秋冬心肌服 又是適合什麼樣的人穿呢 長板針織外套 對任何體型的女生都適合嗎 就她穿的這一種 其實不是耶 我肩膀太小的人 不太適合 還有外套 現在還有一件 看好看 今天很流行 這個很帥氣耶 這個有點小文青的感覺 對 圍巾擴大法 其實它的版型 是有點像大衣的版型 但是它是利用這種厚針織 磅數比較高的針織 而且這還不一定是真的針織 因為現在的布料都可以 仿針織 仿雞皮 仿皮 這樣子它的挺度就夠 而且這個樣子的衣服 感覺是要輪廓比較清楚的女生 然後因為夠高 利菲也夠高 你看它再搭一個這個比亞麻包 就會很好看 這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揍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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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 這手在路上一定會多看它兩眼的 真的 好看 吸睛度變高很多 很高 還不賴 對 但是這也是要有一定的個子才可以 對不對 對 因為利菲也夠高 我覺得那個大家在找這種 OVERSET 也記得一個重點